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寒流来袭新竹县最低温下探到4度 光是周末两天就发生了无起 到院前无呼吸心跳的急救案 而主动一名心肌梗塞的患者呢 索性电击之后是恢复了心跳 消防分队就提醒了 如果出现有胸闷呼吸喘还有倒汗的话 要立刻打11999 这几天寒流来袭气温骤降 新竹县最低温下探4度 根据消防局统计 新竹县光是周末两天就发生无起 送医到院无呼吸心跳案件 12月17有心血管疾病的40多岁男子 中午在家中突然胸闷呼吸急触 主动消防分队事宜7次电击 索性送往医院前恢复心跳 上周末寒流发威 全线发生无起 欧卡紧急送医 12月至今已有50件 年龄从40到94岁不等 主动进一周也有5件 消防分队提醒 敌文不止老人家需要注意 若出现倒汗呼吸喘胸闷 赶快打119 线上紧急急救 因为每延迟一分钟做CPR 救活击率就会下降一成 如果民众于到院前发现 心肺功能停止的案件 首先民众必须要先打电话给119 依119的指示做DACPR 也就是线上指导做CPR 生命之间的六环 必须仰赖每个民众第一时间 发现病患为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案件 立即压凶 病患才会有较好的预后 应注意保暖 隐藏的杀手就在您左右 使用高功率电暖炉 应注意延长线 避免窜接走火 使用蓝气热水器 应注意通风良好 避免一氧化氮中毒的危害 根据研究统计显示 室内猝死反而比室外多 建议暖身后再起床 喝温热开水做好保暖 也要注意家中热水器通风 和电热气用电安全 避免紧闭门窗 造成一氧化氮中毒